他请问学佛是否有次第 有 学佛是有次第 一定要从这个持节得定开会 这是总的大原则 戒定会三许 不能颠倒 那么持节一定从弟子归作起 从感应品 如果不从弟子归感应品 那你就得学小城 小城的经论很多 很不好学 没有这个中国传统这么简单的药 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 从唐朝中叶以后 就放弃了小城 就用这个儒根道代替 所以在这个一千三四百年当中 中国每个宗派修学的 无论在家出家 成疾辉煌 代代都有高僧 高四 这个是我们应当知道的 如果学器 弟子归跟感应品 实现业了 可以说 那你是高佛修 你不是学佛 佛法真实受用 你得不到 如果在世间上 用这个佛学 像现在外国大学里面 都有这个 这学系里面 有这个科目 用佛学可以拿到 这些布斯学位 给大家订阅